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梁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这两天呢 我们也看到没有什么乐点话题 那么我们就来讨论讨论一些乐点的讨论 不是说是新闻 乐点的讨论 那么讨论什么呢 在外宣网站上呢 我看到有这样的一项 这个调查和这个报道 报道的内容是呢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有意思的 韩国国内仇华情绪飙升 韩国年轻人为何如此反华 最近 民调公司韩国研究和韩国新闻杂志 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 今年韩国国内仇华情绪大幅上升 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韩国人最不喜欢的国家 在1000名韩国受访者中 58.1%的人认为中国接近邪恶 只有4.5%的人认为中国接近善良 从年龄分层来看 年纪越小的韩国人越愁华 年纪越大则越愁日 从皮尤研究中心 去年10月在澳大利亚 英国 德国 荷兰 瑞典 美国等14个国家做的一项调查也显示 韩国是唯一一个年轻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 比前几代人更高的国家 此前仇日一直是韩国民族认同的一部分 以至于在韩国流传一个说法 当你无缘无故地仇恨日本人时 你才知道你是个真正的韩国人 韩国分析人士认为 40岁以上的人群里不喜欢日本的人 人多于不喜欢中国的人 老一辈的韩国人尽管通常反共 但往往尊重影响了 朝鲜半岛数千年的中国文化 他们把中国视为一个和善的巨人 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 也给韩国出口商们带来了好处 但韩国年轻人不喜欢中国的却占上风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成长过程中 都认为本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成功感到自豪 他们认为 中国的威权主义是对自由社会的威胁 批评中国在新冠疫情南海新疆萨德 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THAAD和香港问题上的做法 甚至韩国学生还和中国留韩学生 在香港问题上发生过多次冲突 中韩年轻网友也在诸如泡菜起源等文化问题上 有过很多的口水 此外 韩国保守政客为了争取年轻选民选票 也在中国问题上推波助澜 韩国将于明年3月举行下届总统选举 勒门总统候选人尹熙悦一直在公开批评中国 他宣称 韩国在对美和对华政策上的模糊不清 以让韩国成为美国领导的 致力于联合抵制中国的民主国家联盟中的最薄弱环节 美国保守派人士把任何不全力支持和华盛顿结盟的做法 称为亲朝鲜和亲中国 而进步派人士通常支持与朝鲜和解 并在中美之间寻找外交平衡 虽然韩国年轻人传统上把票偷给和进步派 但这种现象目前正在改变 今年4月 在年轻选民的帮助下 主要的保守派反对党 韩国国民力量党在韩国两个最大城市的市场选举中 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从这种现象看 韩国政府的中美平衡外交似乎越来越困难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 选举中的表态与政治上台后实施的政策通常会有所偏差 理性的政治领导人通常在选举中会利用下选民情绪 上台后则会变得更加现实的考虑 韩国的政治精英们通常小心翼翼 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也不想把中国或朝鲜的关系搞得太紧张 几十年来 韩国一直受益于朝美军事联同盟 同样也受益于中韩贸易带来的经济增长 中韩贸易额几乎相当于韩国与美国 日本和欧盟贸易额的总和 中韩之间的瓜葛在萨德问题上表现非常明显 韩国同意部署萨德称其为防御朝鲜的必要措施 中国则将部署萨德视为助美国对中国的威胁 并对韩国进行报复 最终韩国承诺不考虑追加萨德系统 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 不发展韩美日三方军事同盟 为了不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 而限制使用萨德 从而与中国达成了和解 那么这篇文章呢 我是全部都读完了 那么下面的讨论是非常多 非常热烈 所以我觉得文字版的讨论竟然这么热烈 我们视频版的讨论也要有所热烈 首先在谈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先追问一句 我不得不追问一句 就是说现在有多少中国人 在意韩国人对我们的看法 现在你想想看 有多少人在意韩国人对我们的看法 你身边有多少韩国因素在影响你的生活 好我再问一个问题 现在在中国大陆就拿汽车来讲 你还能看到多少台北京现代和这个起压的车子在中国大陆在跑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它不重要 用一句调数带的话讲 I don't care We don't care 我们不关心 明白吧 那么 我首先想说一点 韩国的人啊 我不认为有这个名称 而应该叫做南朝鲜 傀儡政权统治下的渔民 首先一个大家要知道 我们都认为说 台霸子他们会啊 总是认为说美国会来保护他们啊 觉得很愚蠢的一种想法 但是比他们拥有这种情绪更甚的是韩国人啊 是韩国人 他们是义无反顾的 我曾经说过 我在欧洲 我在法外 我在报名的时候 我在里面当兵的时候 我遇到的一些韩国人 给我的总体感觉 就是非常清美的 他们喜欢找美国人去玩 但是他们会莫名其妙的对中国人 有一种敌意 有一种敌对的一种态度 那这个很了解 我也很清楚 长期以来韩国的媒体就是这么宣传的 在他们的心目当中 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 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的 那同样 我说过 他是一个偷国 他是一个贼 他是一个小偷 他一直在拿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东西 去生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有什么 他又马上就要学去 这本身是一种畸形的心态 韩国人喜欢朝人背后开枪 那是他们懦夫和没有勇气的一个方面 韩国的军队 在韩战当中 在朝鲜战当中 是被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当中击溃掉的 直接是被我们击溃的 就是说是被我们直接给打败的 这种是很残忍 对他们来讲是很残忍 很残暴的 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当中 他对你的吼叫 就像印度阿三一样 在1962年被我们击溃 这是他们又搞不掉我们 这是他的一种痛楚 就像越南对我们的情绪一模一样的 因为我们是他们过去的殖民宗主国 他们是我们的藩国 是要对我们来朝贡的 但现在他认为 我有了美国这样一个大靠山 他还是那种翻国的心态 他觉得他背靠美国可以对我们做什么 但是他什么也做不了 说句实话 韩国的狗逼什么韩流文化 经不起推敲的 当萨德在韩国部署的时候 我们这边砍掉了韩流 很有针对性的 韩国它的任何文化输出 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影响 除了有一些 你生活当中一些 老是想的闷声发大财 或者说想要快 不是闷声大财 想着要一夜暴富那种人 会做一些韩国代购以外 其余的韩国对你的影响 没有任何的影响 三星的手机在中国也没有市场 尤其是之前那个 Nord3还是Nord4老是爆炸 中国人不买韩国的产品 中国在骨子里是 根本就是不会把韩国当一回事 当然韩国觉得最今年 他这个西方 把他们列为发达国家以后 他觉得很了不起 但是我说过 韩国除了这个人均GDP之外 所有的数据都是被我们碾压的 碾压的 我说过韩国跟日本的 经济成就是来自于美国的扶持 如果没有美国的扶持 他没有任何的所谓的经济成就 他也搞不出来 韩国我也去过 韩国除了那个汉江以外 也就是那个江南地区以外 其他的地方没法看 就是一个大东村 那韩国的年轻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他们是被美国和平演变调的 美国的所有一切都是他们心目当中根深蒂固的 而且韩国人自尊心特别强 就是南朝鲜人自尊心特别强 北朝鲜也是 他的自尊心非常非常强 但是呢 我说过 他们又是处于在我们的瞄准镜下面的 生活着一群可怜虫 为什么 美国部署萨德 萨德是一种前端 是一种前端的导弹拦截系统 部署在这里就是 防止我国东北地区打过来的导弹 进攻日本 它可以在这里拦截 朝鲜的导弹 它能有啥好拦截的 对吧 那部署在这边 那萨德的部署地 就是我们导弹的瞄准 瞄准镜里瞄准的这个目标 这一次北京展示的新型的 这个弹道导弹 在强词环境下 和多种防护环境下 能打中 这种就是针对像萨德这样的 阵地的 发动进攻的 那还有就是说 解放军这个北部战区是干嘛的 北部战区不是面对俄罗斯跟蒙古的 北部战区就是面对驻韩美军的 就是面对韩韩国的 南朝鲜傀儡豆腐军的 所以说你发现没有 但凡被我们击溃过的 这个民族和国家也好 它都有强烈的自尊心 但是 它这种强烈的自尊心 对我们来讲 我们一点都不care他们的感觉 今天韩国人在这边辱骂你 在这给你牛逼 你会有感觉吧 你没有感觉的 因为你不是我们的对手 这就是今天很现实的 而且韩国人这种性格 所以说在上海这边 也有闽航区那边 也有这个就虹桥 我家附近这个虹桥附近 也有这个韩国街的 韩国的这种人 很多是聚集在这里的 但我很不喜欢他们 我也很讨厌说这种 他们那种话的那种人 我很不喜欢他们 为啥 我就是讨厌他们 就仅此而已 而且我天生 咱们中国人天生是蔑视他们的 你不把它当一碟子拆的 只有过去一些小孩的 不懂韩流韩流 那现在国内没韩流了 你还会去怀念韩国的什么东西吗 不会的 他们的这个年轻人 我跟你说就说句实话 有一点是在自掘坟墓 你跟中国不搞好关系 你对中国处材敌对情绪 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们当时进韩流 就把韩国一大票 明星都给搞失业了 整残废了 是不是 现在你的那种半导体又不是说我不可或缺的 本来韩国经济就不好 韩国所谓的那种人均GDP 是几个二十几个家族 一人均下来的 那普通韩国人 你别看他人均收入好像比中国高好 但他的物价很贼高的 很多韩国人甚至吃不起猪肉 这就是现状 所以说像这种国家 你不用说去争取他对你的好感 你把美国这边摁下去了 他就有好感了 就这么简单 他是不敢 他的政治家只要敢上台 只要敢和中国牛逼 我们马上把朝鲜这边 朝鲜半岛的局势可以搞得很紧张 那他每天都人心惶惶 我是和韩国人 你不是交过谈过恋爱的 我也就是交往过这种女孩子 就是说 你从他们嘴里你可以得知 他们其实很恐惧北朝鲜的 那金正恩他有个同归于境政策 也就是对 你们是有驻海美军 既然你让我们北边的兄弟 没办法活了 那你南边也别活了 他几万门自行火炮 就是齐发射 就是打到这个 把南朝鲜都移为平地 可以的 你没办法拦截 你没办法拦截的 他们就是有这种政策 其实普通韩国人 平时朝鲜这边一紧张 他们都非常紧张 很压抑 就这种性格 就这种性格 他们极力贬低中国的一切 但他们每天的生活都是被中国文化所影响着 吃他妈那个筷子 你不就是我们的东西吗 你的姓名都是他妈的中国赐予的 你那些姓名 你那个什么朝鲜文 那是发源于中国长白山的 懂吗 你泡菜也是中国发明的 哪是你韩国的东西 韩国的那个心眼 那个心眼 那个心眼窝里是很小心眼的 那李子柒你看到没有 那时候说韩国泡菜这个事 到过去去给他 下面留言 骂他 辱骂他 就是这么垃圾 这么垃圾的一个民族 他有啥 所以说 说到这里 我也就再次 就也替大家回答了前面那个追问 中国人不care 韩国人讨不讨厌我们 你讨厌我们就讨厌 你不讨厌就不讨厌 我们不会把你当一叠菜的 明白吧 我们是全球的政治大国 军事大国和经济大国 我们中国人有全球最大的 最强大的这个外交能力 现在溜着你美国主子团团转 你美国主子 对我们束手无策 这就是现实 这个皮尤中心很喜欢搞这种论调 全世界哪里哪里讨厌中国人了 怎么怎么样了 那你去讨厌好了 我中国人我也很讨厌你 对吧 但你们就是把我们灭不了 那又怎么样呢 就是用套用现在中国网络 亚文化有句流行的话讲 我就是喜欢你讨厌我 你又灭不掉我的样子 我们而且就是要戳在你眼皮子底下 让你每天去反胃去恶心 你他妈的动怒了 你不爽我们就爽 就这么简单 别给我们叽叽歪歪的 你去讨厌好了 对吧 你们在我们面前也只不过是 一只卵脚虾而已嘛 什么韩国不韩国的 南朝鲜傀儡 豆腐军 南朝鲜傀儡政权 南朝鲜 傀儡政权下的一帮渔民而已嘛 对不对 哈 啊 哈 我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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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